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晚 特朗普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這條貼文竟然惹來了 全球主流媒體的爭商報導 但他們的報導手法 真的不敢苟同 他們說 特朗普 在大選後 第一次放軟口風 正式承認拜登當選下屆的美國總統 有些主流媒體更加自行來詮釋特朗普這番說話 就說特朗普這次 終於都要慣低了 認輸了 我就可以百分之百斬釘截鐵地告訴大家 這些主流媒體的報導 完全是假新聞 是fake news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 因為特朗普本人在看完這些主流媒體的報導之後 就在Twitter上連續再發多三條貼文 來反擊這些主流媒體 他就宣稱自己從來都沒有認輸 所以 這些才是真相 那些主流媒體 這麼快地撲出來 爭商報導報導報導什麼呢 這些不是假消息 不是假新聞 是什麼呢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為什麼那些主流媒體是要這麼心急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昨天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那處 竟然間是有100萬人 參加了支持特朗普的遊行 這個數字 絕對就不簡單 當然了 有些評論人就說 沒有100萬的 幾萬的 不要自欺欺人 那麼多相片那麼多影片 拍得出來的時候 都硬是要用偽進制幫人點算遊行人數 跟那些藍絲說七一遊行 只有幾千人出來有什麼分別呢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昨天再一次展示出他們的熱情 而且還能告訴全世界的人 他們對於特朗普的支持 仍然是存在的 是堅實的 無疑就是把拜登陣營和那些左翼媒體 嚇壞了 迫他緊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支持拜登的陣營 很多人根本上就不是 打從心底裡面支持他 只不過就是一大堆的利益集團 拼湊成軍 然後個個就是不妥特朗普 所以就甲手甲腳想弄走他 然後美其名就說支持拜登 而這個大選結束了之後 支持拜登的陣營就已經開始分崩離戚了 因為當他們在票數上取得了勝利 他們就好像任務完成 一隻二隻就出來勾索拜登要求他分崩 當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是堅定不移 士氣高昂的時候 就等同於把拜登陣營逼得很緊 因為那邊就已經開始士氣溃散當中 所以那些主流媒體 當看到特朗普那篇的鐵文 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他的時候 馬上就斷章取義地擁核他 我們現在來一齊看看 究竟特朗普的那條貼文是怎麼寫的 為什麼會令到那些主流媒體說他認輸 特朗普那條貼文是這麼寫的 他說 He won because the election was right 即是說他贏就是因為 這一場的選舉是受到不法操縱 那He就是拜登 跟著那句就是 No vote vouchers or observers allowed 即是說 沒有一個監票員或者觀察員 是獲得批准的 跟著那句就是 Vote tabulated by a radical left Pivitely owned company 即是說那些選票 就是由一家激進左翼的 私有公司 去點算 叫Dominion with the bad reputation and bomb equipment that couldn't even qualify for Texas 即是說 這一家這樣的Dominion公司 他就有一個很差的信譽 以及用了一些假的樓的機器 連德州 都不准許他們來使用 which I won by a lot 即是德州那裡 他就贏很多 那當大家聽完整段的文字之後 究竟有沒有察覺得到特朗普有半點認輸的意味 其實看一段的文字 就必須要 顧及到那個語境 和是上文下理的 特朗普這一段的文字 非常明顯地 就是要串爆拜登 就憑藉著這個Dominion的軟件 就可以使得他 所謂登上大位 所謂是勝出 但是他這個勝出 根本上就是言不由衷 他的意思就不是說承認拜登當選 但是偏偏我看到有很多外媒 他們索性只是截取了 He won 這兩隻字出來 就說 特朗普承認拜登當選 這些不是斷章取義是什麼 就是生安白做和砌生豬肉 不是那樣東西你就硬說是 好啦 那些外媒就去報導就算了 然後有些本地的媒體 看到人家外電有這篇東西 發給他可能 他們有照報的 麻煩你那幫傢伙那麼喜歡說什麼fact check 又說要核實 你上去特朗普的Twitter自己看看 整段文字打了上去 那些英文的水平有沒有差那麼高官 明顯地他就不是說承認拜登當選 而是繼續就選舉舞弊的行為 他就在那裡發勞騷 這段東西 是不是 很明顯就是這樣 即是繼續作出一些關於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怎麼會說等同於承認拜登當選 所以難怪有些人就會質疑 你那些主流媒體是不是想利用自己的新聞機構來搞政變 昨晚你就示範一次 明明別人沒有認輸的 你硬屈別人認輸都可以 到底這些是什麼新聞 什麼消息 所以難怪特朗普在四年前 就猛地對著那些主流媒體的記者 Fake news Fake news 猛地說他們是假新聞 當時我也覺得 你身為一個美國總統 大方一點 行不行 不用那麼激進 原來不是 現在我認為他說得對 這些完全是假新聞 沒有那樣整那樣 阿謀整餅 怎麼認輸 你還有那些本地媒體都離譜 你上去看看就已經知道不是 你用不著去配合那些媒體去唱衰特朗普 那些媒體很明顯就是有政治目的 就是要加強在民眾之間對於特朗普已經敗選的這個印象 以及就是動搖特朗普支持者 對他的信心 使得慢慢就開始離棄他 就覺得特朗普也是輸打贏要 也是在那裡賴死不走 也是在那裡糾言殘喘 就是令到那些 特朗普支持者就開始想這些 但實際上特朗普就沒有認輸 而且 所有的勝負 請你等到12月14日選舉人團的投票 結束了之後 你才說 還有不夠一個月就已經到了 難道拜登等不及嗎 是不是 那些燈粉 或者那些左翼媒體 不用那麼心急 不用在現在就想妄圖一錘定音 就想大石砸死蟹 就說特朗普已經輸了 法院判了嗎 特朗普就連續發表了三條鐵文來還擊 他第一條鐵文就這樣說 He only won in the eyes of the fake news media 即是說 他只不過是在那群 假新聞媒體的眼中 是勝出了 I concede nothing 即是說我承認 沒有東西承認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我們還有非常長的路要走 This was a rich election 即是說這次是一個 人為操縱的選舉 又學到生字了 那些媒體的記者都應該上去看看 第二段貼文就說 為何那些假新聞的媒體 持續地假設 拜登已經贏出了今屆大選 但是對於我們這邊的消息 就不准許報導 這裏其實就是說特朗普陣營有關於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以及就著相關的指控所作出的法律行動 接著那一句就來了 特朗普就嚴正地指出 說這次2020的大選是屬於違憲的 因為這場的選舉是遭到攻擊的 為何特朗普提及到 這場選舉是違憲的這麼嚴重的說話 那些主流媒體又不去報導呢 特朗普說這句說話當然是有他的心意在這裏 他其實就是 預告給大家聽 這一場的選舉的官司 肯定就是會上到最高法院的 因為一件事是否違憲 就不是地方法院可以是裁決得到的 一定要上到最高法院才行 所以特朗普就現在 為著這場選舉是定了性 當然 都要法院接納他這個說法才行 但是他既然說到這個時候 我相信他都很大信心 第三條貼文就是 他就說 其實很多的法律行動提出 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 而不是為了他們這個陣營本身 另外他還預告 說有幾宗 很大的案件 即將會提交上法庭 這些案件就是在說 今場的總統大選的違憲性 以及就是 那個選舉結果是遭到扭曲的 特朗普就已經預告了 將會有什麼法律行動 若然特朗普已經認輸 承認拜登當選 他還搞這些 把鬼嗎 不如早點撿包袱走 捲席 是不是 還在做這些 這樣就叫認輸 別人說了 I concede nothing 即是我承認 沒有什麼承認 是不是 看看 這裏有寫的 Twitter 雖然被人屏蔽了 按多幾個按鈕都看得到 不要閉上眼睛亂報道 這些完全就是政治立場 凌駕了客觀事實 其實想都想到了 以特朗普一個這樣的強人性格 他怎麼會這麼輕易去認輸 他這個人就是永不言敗的 當然如果在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當中 他拿不到足夠的選票 我相信他也會相當君子地 承認這個選舉結果 問題就是現在出現了那麼多 下選舉舞弊行為的時候 難道你要特朗普整個陣營 隻眼開隻眼閉 當看不到 然後就給你上 這樣 不單止是對不起他自己 亦都是對不起所有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 以及對不起整個國家 所以誰贏誰輸 不用這麼心急 12月14日選舉人團投票 就會揭曉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